大家好,现在云南区近战役区玉林广场 往前再走个300米就到了 我们去看一下 已经走到广场了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游客33年年的不是特别的多 那个应该是一个灯 巨大的灯 晚上应该会亮 这边是一个大的水池 喷泉 已经很多年都没用过了 我们往前走 前面有一个更大的湖泊 我们走到那个湖边上去看一下 这是我来 这里之前我在地图上就看到过的 当时选择就住在这个战役区了 因为这里还不是老城区啊 老城区离这里还有十几公里呢 还比较远 但是一共在这边就晚两天嘛 就你要是住在老城区的话 我从北战 就是去近北战到那边去的话 也是比较远的 继续往前走 这应该是桂花树 然后这个是隔三花 看一下这个隔三花开的花瓣 还是比较大的吧 就是今天现在没有太阳光啊 所以看起来还是稍微风吹有点冷 早上在那个贵阳的时候 还是天气特别好的 然后到这边呢 现在天上了很多的云 也有好处 就是不晒啊 这样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一把大伞 遮阳伞 前面那个地方就是我说的那个 那个水边上 我们走到那边就能看得到了 这个广场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喷泉 但是喷泉也都是放在这里 走到这个长廊上来啊 应该就能看到那个大水塘了吧 应该能看得到 因为在地图上看 这一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来到这里的话确实够大 这里是詹艺区最大的一个叫 那个广场加公园 加这个湖边 可以说建设的还是相当可以的 这里是一个像一个月亮的那个形状 是吧 弯弯的 走 继续往这边走 前面就是我说的那个 水边上了 是一个湖面 可以坐着小游船 云南这边现在也是属于秋天了 这个地方距离昆明是120公里 也不算特别远了 海拔的话 平均海拔两千米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 两千米左右的这个海拔 因为这个高度的海拔不高 也不低 空气相对来讲比较干燥 人生活在这个高度的海拔是非常舒服的 真的 就是我去年在云南 不是玩了三个月吗 我在丽江 大理 昆明 后来我从高海拔地区 到了那个低海拔地区 一下子突然还不适应 因为低海拔地区 它湿度大 空气潮湿闷热 所以说特别不适应 在这个两千米左右的这个海拔 这里生活 真的非常舒服 空气相对来讲干燥 也不潮湿 也不闷热 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是像水晶一样通透的天气 真的那种特别好 这里有很多鱼 我们过来看一下 好多鱼哦 看一下 全是鲤鱼 还有鸡鱼 看着像是鲤鱼 那个应该是鲤鱼 哇 太厉害了 他们吃得好开心啊 这给它喂的应该是爆米花 对 炒的那种爆米花 这一块也确实是市民朋友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了 可以在这里喂鱼 看一下这个水颜色是绿色的 厉害呀 云南这边的水要真正干净的话 得到那个釜仙湖 是我目前看到过的 它那个地方真的是水质干净的不得了 特别特别的干净 是属于可以直接饮用的那种水源 然后滇池尔海的水的话 就是一般化 但比这个好得多了 这个颜色都发绿了 看一下这周围 这个中间咋没有游船呢 这不应该 哦有 我看到了 那个对面有游船 但就是天太冷 估计没有小朋友在这里滑 这边也有小游船 这是就这个就已经属于高原湖泊了 它这个水面的海拔 估计都很高了 我最喜欢的栏杆 沿着这个边上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水边上一定要有栏杆 看起来才会特别的美 嗯 就像当时在西湖的时候我就说过 它那个西湖的边上它没有栏杆 实际上你就装成类似于这样的栏杆 它看起来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非常的舒服啊 而且有栏杆至少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好看 这个水塘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看一下那边 阳光洒到这个地面上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 区境 战役区这边的核心了 这周围的话就是 相当于一个市中心一样 它这个区境的市中心分两个 一个就战役区 另外一个就老城区 往那个区境火车站那边 所以说明天我会去那边 今天我就在这个附近转一转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